不少人都有把过去物品遗失丢在火车上的经验 根据统计台铁平均每个月拾获上万件的遗失物 而台中站每天平均减到30多件 为了避免服务遭到滥用 台铁规划从明年开始运送遗失物将要收费 民众往后可得多加留意 别将随身物品丢在车站内 安全帽保温杯行动电源甚至是帽子 乘客遗失物种类五花八门 台铁平均每天拾获上百件遗失物 光是台中站一天平均就拾获30多件 因此台铁初步规划从明年开始 将针对遗失物运送收费 本局可能针对这个遗失品在运送的部分呢 考虑在予以作为收费 希望能够以量去自驾 或者是回归到使用者付费的这个需求面 我们相关规定现在正在演理中 依据本局的规划应该是最快明年上路 那相关的细节还等待 本局这个相关业务单位在规划中 遗失物种类白白种 没喝完的真奶吃到一半的米糕 都曾经有民众要求帮忙运送 不过却发生过东西送达了 却没有领取让台铁相当困扰 因此从明年开始 遗失物运送不再是免费的服务 10公斤以下的物品运送300公里 要至少收34元 300到600公里则是至少收38元 另外如果超过两天没有领取 每天收25元的保管费 帮助他们收到东西的 然后送给人那个还给人家嘛 那不要收费比较好 我觉得这蛮合理的啊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送东西回去 给顾客也需要花成本 然后我看到新闻社说 他们其实之前东西有送回去 但是常常有顾客又没有领回来的状况 那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有增加一些成本 所以使用者付费我觉得蛮合理 就怕运送服务被滥用 或是气零的状况频频发生 以后东西不见想运回恐怕就得付费 还是提醒民众随时留心检查 不要忘了自己的随身物品